哈 最多人問就是這一題吧 成為專業小飛機你們就知道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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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了這個100K的Q&A了 絕對不是因為我忘記了做Q&A 而是因為 有沒有發現到為什麼 沒錯 因為這個是第100個video吧 好 現在我們的Q&A正式開始了 为什么你的称号叫做 MJ 为什么是 Monkey 主要是因为我姓吴 他们在 Malaysia 吴叫 Go 唉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 Go 我听起来就是 吴亦凡也是叫吴 他叫吴吴 只要听 Go 是没有办法可以配到英文名字的 在我做主持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称号 我想不到 我在想起以前我在做幕后的时候 我的同事们喜欢叫我猴子 因为我很 hyperactive 我蹦蹦跳跳 他讲 骂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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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又喜欢 Michael Jackson 叫我是一个猴子 Monkey Jackson 就这样子 为什么你每次旁白讲话 还有录脸讲话的语调都不一样 哈 这题我最想回答 哪些有原因的 Fashion Boy 还有喇喇猴就是一个 elder ego 不管是喇喇猴或 Fashion Boy 他们是一个比较讽刺 比较黑色幽默的一个角色 我讲话我比较喜欢和谐 不会去 哭别人来达到娱乐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prank 这个就是一个消费他人来得到你自己的利益 的一个动作 真实的我是这样子讲话的 我是比较 那个声音会比较低沉 所以在镜头上面听起来是很无聊很闲 所以我就想一个办法去调一调我的声音 弄出一个这个 character 的声音 来诠释我想要表达的 message 另外一个我简直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你们在现实生活中 认识到我的时候不有一个太大的落差 金句的灵感从哪里来 basically 是我的内心世界 我是一个对任何东西都很有一个意见的人 然后在我刚刚做youtube的时候 我在想着如何建立我个人的特色 如果觉得我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想很多有的没的金句 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 我这个金句王的路 那么另一点其实我也是不服输 我想要证明自己 因为我在参加一个电台比赛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前辈他跟我说过 不是一个前辈 金句这个东西他非常老派很老气 最好不要用 然后我就其实还蛮小客 但是我不服输 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所以我讲说有一天 你一定会看到我把这个金句发扬光大 所以才有了一句叫 浪子不是回头吵 你是必吃不得我的好不好 不是这句不是我这个 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 在我第一次的这个Q&A的时候 我已经有说过 假龙得云语中非吃中物 这是影响我最深最深最深的一句话 那么还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也是常常在我很低落的时候 我会回想起这句话 然后跟我自己讲 不可以的 它就是来自拳王 Muhammad Ali的一句名言 I am the greatest I said that even before I knew I was 就跟当初我刚开始做Fashion Boy的时候 我知道 我一定可以做起来的 Just a matter of time You're thought of hypebeast fashion 对我来讲 hypebeast它不是一个fashion 它是一个trend 很多人都讲Fashion Boy这个channel 我做的content是消费 hypebeast 因为我自己买不起 就做video来算它 No 其实不是 对我来讲 hypebeast没有对和错 a wise man one said 你有钱 不一定要吃鲍鱼 不吃鲍鱼也不代表你没有钱 right 这个东西讲的是什么呢 舍不舍得 可能不肯滑在这边 对现在的潮流圈的看法 各种潮牌没有设计到处圈钱 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 supply and demand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年代人类的虚荣心 越来越大 然后人也越来越堕落 我很喜欢一个香港的这个rapper Shout out to JB 我很喜欢JB rap的这首秋功 他其实rap完了我这两年做YouTube 所讲的东西的message 就在这一首歌里面 你可以去听 我先下面放个问题给你们 OK 其实La La Ho 就是秋功里面的这个主人 喜欢Local的什么brand 除了MMM Studio 喜欢什么潮牌 Jochia MotoGo 他算潮牌吧 如果是潮牌的话 我喜欢 Drop of White Other Error Fear of God Undercover Palm Sanjo What is your inspiration of your new design 这个Modern Art的系列呢 就是Serveralism 它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 它是我的黑色幽默 就像FashionBoyChannel 我的content 所讲的东西 它是一种暗讽 我看到有些现象 有这一句想要和什么牌子联名 嗯 如果是服饰品牌 可能会是GDrarian的Piece-1 我们整个团队有一个目标 我们想要跨界合作 我们最想 最想要合作的就是 汽车品牌 如果我本身很喜欢Mers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Mers 合作这样子 WOW 下一天想要做的大事 啊 终于有人问这题了 如果在品牌这方面呢 就是开我的concept store 一个体验馆 然后我想要开肉骨茶 pop up store 哈哈哈 真的传入骨茶咧 真正的话在 我的规划当中 我最想要做的好像 我的偶像Jay Park 有一个AOMG AOMG就是我的Mission 它是我的Vision 我想要有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不是在 帮我做东西 它是聚集 跟我志同道合的那一群人 一起在这边做好那个事情 我只要推动的是一个Movement 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你想要加入的话 你永远可以 You know email to teamfashionboy atgmail.com 当然我这样每个人都会 想要做这个 做这个做这个做 但我要是 已经开始做了的人 而不是实在讲的人 这样我才懂 我要怎么样去提拔你 去帮你 或者怎么样我们一起 join force 做一个更好的东西 OK 未来有没有计划 要去到别的国家 拍丑臂大作战 其实丑臂大作战 还有剪刀宝就是一个 因为我很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影片 我想要把它 带到去国外 未来可能我会 有sponsor 有干爹 干爹 干爹 先回来有干爹 这样我可以就拍这种节目了 有没有考虑过要开过一个粉丝见面会 或者是在活动上 比如snecker啦 像白摊位 snecker啦 本来我们今天是要去的 但是因为它的摊位买了 所以我们去不到 但是下个礼拜 我们在KL Fashion Week 有白滩口 一共有10天 那么在8月18号 我就会去到我们KL Fashion Week的滩口 做一日店长 去阿边 到我都有一个两个小时 这样子 就跟你们见面 所以你们得通话就过来 但是那个还不是我的主场 那么今年的厉害了 我们就跟100%有个crossover 然后会在他们的店 KL还有JB 就是有两站DQ Pop Pop 如果你们想 如果还有想要我去哪里的话 就底下留言OK 非常期待可以见到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抽空出行OK 可以介绍你的纹身吗 我一共有五个纹身 我就介绍两个我最喜欢的OK 哪一个呢 它是一个直飞机 下面是飞机的导引 那么这个东西是讲着 相信你自己 你今天是直飞机 明天你可能就是一个大飞机 另外一个就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纹身之一 这个纹身呢 其实是两个骨头人 他们在抱在一起kiss 那个男的就被拆了三只东西 那三只东西是玫瑰花 其实整个纹身就表达love hurts 那所以到下一题 Fashion Bright都有多少岁 这边就告诉你们 我今年31 或2 下一题 唉 你们很想知道我的身高哦 无惩是顺范 也就是165.6系 啊 最多人问就是这一题吧 这题应该不用回答 很明显是吗 身为专业小配型 你就知道 我不是一个那么随便的人吗 你要看我对谁讲好名 你和明显是不是以结婚为全题 这题是什么 我常常讲我的灵感来源之一 就是 Virgil Apple 我想做到它这样子 但它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另外一个偶像 学习对象 是Kiara Ferengi 我的目标是像这样子 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然后在十几个地有自己的店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但是在这个整个package里面 我要有自己的家庭 对我来说 我J Apple不是一个人生胜利主 但Kiara Ferengi 才是人生胜利主 所以我就希望找到一个 我喜欢的人 我的爱人 是可以跟我一起去奋斗 界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去做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造型有参考哪个明星吗 除了王家 你最喜欢粉丝用什么爱人来形容你 G Dragon J Park Jackson 这些对我来讲是最高荣誉 如果你只能从主持Youtube和服装品牌选一个 我一定会毫不予于再次选Youtube 因为Youtube帮我打开了很多门 让我去得到了很多不同的机会 去做不同的东西 拥有不同的身份 然后也因为Youtube 它让我实现了自己的品牌 所以 You know It will always be YouTube I mean a content creator 我会讲 一开始做Youtube的初心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有动力做你要做的事 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让你继续下去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服输 我想要证明给自己看 也想证明给全世界看 我不一定要跟着所谓的一套游戏规则去走 我才可以成功 我可以走一条最帅最孤独的路 但是我也可以去到我要去的地方 除非你有个团队 不然的话你自己就是那个团队 什么东西就是你一个人在做 很容易会有些时候你会怀疑自己不够好 如果没有个人给你鼓励 如果你心理因素不够强的话 你很容易就放弃或者是走歪掉 在我最难熬的时候 是你们陪我一路走过来的 没有你们不会有今天的我吧 拍影片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我觉得它的乐趣在于 当你发现到你自己会的东西 可以帮到别人 可以启发到别人 就像我讲的我 我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icon 影响的人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对 有达到你一开始的目标了吗 对于过去和现在100k 意味着什么 其实yes和no 我成功的让人家认识fashion boy 认识我 那么同时间 它也让我更加的相信 YouTube的可能性 没有做到的东西就是 这一切的东西 它计划感不上变化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努力 从零做到100k 我应该会有一个很巩固的 You know Fanbase 就是每一次影片的观看量等等等等 然后我应该也会有一个 OK的收入 让我可以去拍更多好的题材 然后不用我自己 奥那么多自己的钱 结果反而不是这样子 反而我越做 我反而觉得那个view一直在跌 那么据我所知 每一年YouTube都有一个大改变 Facebook有一个大改变 我一开始以为 我逐渐的抓到了它的方法 往往现实要让我看到 我不会玩它的玩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很容易跟我说 你最近不在做传达了 你不要做传达了 你是走偏了 这个这个 Yana 所以就 会影响到我就有点 DOWN 有点挫败的感觉 然后我 我的钱也越来越少 如果你问我 要怎么样形容我的收入 我的收入大概是 这样子 然后 穿搭这个东西 不是讲你买一件衣服 就可以做一个video 做不到的 保守估计一个影片 如果真是从零开始买衣服 不算鞋子的话 最少都要花到五百到六百块 多便宜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什么选择 所以对我来讲 一个月这样就会少两千块 两千块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且重点是 但是我不像一般的Youtuber 穿那么多钱 我的收入 我给你看 这个影片我就公开我真实收入 这个月我有280 因为 我有一个爆的影片 普通的时候 120美金到200 我从来没有多过300 但是 穿搭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我会去想办法去找钱回来 然后MJ Make Me 这个树仁大改造计划 是我抽不了非常之位 这样做了这100个视频里面 这个算是我的 Top 5 但是 这个也是最花成本的一个视频 一个影片的成本 是 搞到你不可能会相信 本来因为 也刚好 因为我有业配 所以我可以拿来Cover 像刚才我给你看的咯 就这边来 这边已经久了 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每个月都做一集 喜欢的话就帮我分享 吃看看吧吃 OK 然后小铃铛记得打开 OK 这个是来自 Epic Asian What up What keeps you going against all odds Because I have a mission and I have a vision and again 我不服输 之后会尝试新的题材吗 会 就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你们想看什么 OK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多计划 在 you know 在筹备当中 可是因为人手不足是一个问题 至今绝对绝对绝对是一个问题 我真的需要找一个长期的感叠 不然我跟你讲 唉 真的是 十年后还会继续做YouTube吗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会不会是YouTube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我想要在Fashion Boy这个频道 能做到的就是非现状 必须找自己别比我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观察自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要一直一直 be a better version of me 好 来到最后一题 看你的英文很好 是不是在国外有学过 其实不是 你觉得我英文很好 其实是因为我敢讲 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英文非常的烂 甚至会给人家笑 我就很努力的去 去纠正去学回来 到慢慢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有让我被人家霸凌一下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你要夹ABC 你不可以讲那种马来西亚的东西 没有那种 诶 You don't fake ABC 啊 You are from Chilas 嘛 When you talk like that Can not be normal be me 他们就觉得马来西亚的就这样 所以很多人在酸我 但是我 没有理会他们的 我还是继续做二对的东西 看我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成就 有80%以上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可以讲流域的英文 所以这是我整天跟你讲的 Just do you Just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what anyone has to say You know It doesn't matter 那么在这边 再次谢谢各位小费先生的支持 然后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还是有你们陪伴我 一起去见证 一起去 conquer 更多领域 然后一起让 全世界看到我们 你知道 这100K 不然我想做 Giveaway的 但是我还是决定 好 我要答谢你们 我要做一个 Giveaway 在下面留言 任何东西都好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tell me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的哪一个地方 只要我选了你 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 OK 记得要留言你的 微信号 或者你的Instagram 或者你的联络方式 如果告诉你在哪里 等等的 那我容易去 去联络你们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诶 还有最后一题 啦啦虎呢 想他了不 喂 啦啦虎 找你了 喂 喂 找你了喂 唉 唉 唉 那我也是想给你们 我的仙粉 哎哟哩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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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来不用分享不用谢啦 来这边啦 你们全部推丁推丁 推丁 拜拜